大家好,我們是真的假的 我是GGM 我們還是快速講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之後才會講這三個月來的進度 我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在LINE上面常常看到一些不實謠言 然後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查證 譬如說這樣子 大家可以快速的瞄一下這個謠言 大家應該可以大概畫個五秒鐘 就知道說這東西大概是假的 但是很多人不會知道這個是假的 他們就會瘋狂的轉傳 好,那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就是可能查證啊 就小於Google一下或者是問一些朋友 但是對於某些特定的人士來說可能比較難 就譬如說我們的 譬如說一些長輩或者是爸媽他們不習慣使用Google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進行簡單的查證 但是對他們而言的感覺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特性來做一個 真的假的的Mine Chatbot來幫他做查證 好,那我們再回來這篇Mine的謠言 那假設你現在說這篇謠言 那你今天還有做什麼事情呢? 好,你先把真的假的加入Mine好友 然後掃QR code或者是搜尋ID 然後我特別講下面ID要用at 就是at callback這樣子 好,然後接著你把真的假的加入Mine好友之後 你就可以把那個,就長按那個謠言 然後把它打勾 然後再選到你要轉傳的對象 那就轉傳給真的假的 好,那轉傳給真的假的時候你就等待回應 那真的假的就是跟你說 這篇文章有兩個回應覺得有不死之處 然後它就會列出來 下面是一個那個可以轉的那個UI 所以它有兩則嘛 所以你也可以看 就是左右兩則就可以去選 那會有簡單的summary 然後會跟你說 這個回應對多少人來說有幫助 比如說上面有寫 有44個人覺得這個回應對它是有幫助的 好,那看完留言的summary之後 你就可以點留言 那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留言的細項 以及這個留言的出處 那所以右邊這邊可以 右邊就可以看到 點進去的留言回應是說 這個是他這個人在鬧朋友的 然後一些都是假的這樣子 然後他也附上了一個出處 好,那看完這個回應之後 你就可以再點擊 看這個回應對你有沒有幫助 好的 好的,就這樣子 接著就可以把真的假的推薦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上來寫出大家闢謠這樣子 好,那這個 我們的回答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回答就是編輯們 花時間一起協作的 那這是我們後台編輯的一個介面 就是會有一個簡單的訊息原文 以及回憶 那這個畫面是還沒有編寫任何留言的 另外一個這個是已經編寫留言的畫面 就是上面有原文 那下面就會有人標記說 這個含有不實 那含有不實或者是含有部分真實 就是有不實也有真實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些文章是怎麼來的呢 這些文章就是 使用者透過LINE的轉傳的時候 會把文章給見到 譬如說像這樣子 當使用者轉傳之後 發現在 真的假的查不到相關的文章的時候 真的假的 有人會問他說 是否要 將這篇文章傳到資料庫 那使用者如果按下是的話 文章就會進到資料庫 那也就是 就會進到剛剛的那個網站 那第一集們就可以去做 辟謠的動作 那第二個是我們 現在 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間組織 都有一些 網站上面有提供一些 簡單的問答集 那這些也都可以成為我們資料庫的內容 好 那簡單想像這邊 需要的一些人力已經分工 就是我們需要 需要很多LINE的留言 所以歡迎大家把那個 call flash 加來好友 那就是 那我們還需要 回憶留言的人 就是要幫助文章的編輯 然後做網站的人寫 那Sharebot的人 跟寫Epop的人 好 那也是這樣 好接下來要講 小金曠報告 好 金曠報告是這樣的 我們又重新發明個真的假的 然後下面有特效 好想像一下 好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 我們正在接觸一些 國際性的fact checking的組織的時候 發現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難很多 那所以 像是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或者是很多 就是你 他沒有真的答案的問題 那他就變得很難處理 那你花時間處理也不對 那不花時間處理也不對 所以我就 重新做了一些設計 就是 重新評斷哪消除力 哪切標除力 然後重新定義文章的分類 不是只有真假 好 那詳細的就可以看到 可以點下一個連結 現在實在是 就 不多說了 好 那接下來是工程的部分 我們在Line上面做了優化 然後加了相似度的判斷 然後寫了一些test 然後 還有新增黑名單功能 因為之前也被惡意攻擊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組織 那還有就是 重過資料庫 然後在網站上面 新增搜尋跟相似文章的功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流量 就是我們現在 Line的好友大概有兩萬多個 那這邊顯示一千八 是因為 就是大概有兩千多人 兩千多人是block 就是它 它縫縮我們這樣子 不過這個比聽說不是很高 因為聽說觀眾賬號都是七成被封鎖 好 總之我們現在 大概一萬八的 好 然後 然後每天45人 穩定增加中 好 那就是累積的文章數 就七千四百八十種 然後 3月的時候 有被惡意攻擊一次 所以那邊有個peak 就是有些廢物文章環境 那每週大概獲得150 篇文章收到回報 那接下來是累積 回應數有三千兩百八十一個 好 好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 我們 總共有160個三個編輯 然後 每週有五位 編輯增加中 然後 每週有七位 不重複的編輯 在回應文章 好 那 我們再總結一下 那大家會發現一些問題 每週有150篇文章 被回報 但是每週只有91個 回應行政 也就是說 我們是來不及 把所有東西也斃咬了 所以 這部分我們就還需要 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其他一些 社群人合作 就是 就是 很感謝GIN VGRAM 因為 他讓很多人互忘了機會 所以就可以 去這些地方 然後宣傳我們的東西 然後 最近 最近一個 一個活動是 受到Google NewsLab的邀請 在新加坡 對 也感謝Google 好 那 近期的規劃 就是 我們會 改善使用者的體驗 就是剛剛的 那學法還有那個網站 那PG網站 現在還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那之後會 套上 卡蓋 卡蓋的衣服 好 好 好 那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在 六個月多的時候 有辦一個實體小序 然後現在還在製作 實體小序的 宣傳影片 那到時候會 拿來做一宣傳 好 那 下面是Google NewsLab 然後等到 好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參考員解釋 大家可以點一下 然後 這邊是一些有趣的 那個 謠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 好 那還有就是 你可以發現一些 一些現象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那個 搜尋功能 然後如果你在我們的 邊角度上面打 不要打開 你就會說 不要打開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其實是一件很荒謠的事情 就是 就是你就會覺得 這些東西謠言 這怎麼可能會有人相信呢 就是 但是就真的很多人相信 因為很多人回報 然後很多人覺得有用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 就想像一下 就 好 我可以快速聯邦一下 我應該還有幾秒鐘 好 就是這樣 就反正 我畫五秒兩下 就是右邊是那一把 然後你傳訊息 然後就會回應 那左邊是那個 邊編輯的那個 網頁畫面 這樣子 所以 我們 見面就大概講這樣子吧 好 歡迎大家再加那個 Cofax的好意 謝謝 請問你們有跟 Line台灣合作嗎 還是 沒有 我們有跟他們 接觸 他們的公共事務 接觸在 為主要 Line台灣公關 公關部 不斷聯絡公司給你們 好啊 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點消極 就是 傳訊息 然後要申請的那個 公關帳號 他還需要我們用 公司 你不能找警部門 你要找到公關部門 公司 對 對 大家如果更 更 更可以不許他們的方法 就跟我們講 謝謝 謝謝 OK 那以上就是 Line Big Ramp 就是